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會掃走運氣、破財 而引來掃把聲,會走衰運的 如果你真的要掃地 就要由外面掃到裡面 好,今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可營,你知道嗎 台灣過年時有一種雜竹 就叫做酒春 真是笑氣我,酒春是甚麼 酒春即是大年初一這一天 如果你第一次走出街 就一定要走到365步以上 走完之後再去拜神 你整年的運氣就非常好 我們剛才走的都沒有計算 所以就很吃虧 是嗎?當然走越多越好 開始計算吧 好 大年初一要讓自己整年走大運 就記得要出門走春一下 不同時辰和方位帶來的運氣 都不同 早上七點到九點 由正東方出發,可以旺時熱 九點到十一點 正南方出發,旺財運 早上十一點到下午三點 就是旺偏財 非常適合經商和投資的人 所以看看你們想求甚麼 大年初一 記得選擇一個好的時辰酒春吧 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想買外山菜或醬料的話 就可以來到南門市場 不過因為他們最近在裝修 所以他們搬到一個暫時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都沒來過 對,我聽說他們換了地方 其實他們搬來這裡的時候 我現在也是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嗎?沒關係 我來過兩次了,我帶你走 好… 其實南門市場搬過來之後 只是變得乾淨和整齊 之前所有的店家都搬過來 所以不用擔心買不到想買的東西 對,我們第一間要去的 是差不多70年歷史的魚蛋店 除了各式各樣的火鍋料 他們的手工蛋餃是來到這裡必買的 開程,我是第一次看到手工做的蛋餃 但其實蛋餃在台灣很常見 因為現在台灣人吃火鍋 一定要用到蛋餃 不過它其實是由東北傳過來的 但現在在東北比較少見 反而在台灣很多人都喜歡吃 我看到他們每個放的餡料 都非常多勁足料 對,很有趣 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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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元寶 第一個步驟是用豬油 其實做這個真的會覺得很開心 其實有點像做章魚燒的感覺 對… 一次倒下去之後,輕輕地畫一個圈 蛋皮做好之後,就要擠內餡進去 好 就是這樣嗎? 對 海瑩,你太貪心了 對 媽媽,姐姐說要做小一點 你看,加肉加太多了 真材實料 知道你肚餓了,也不用這樣 大家看到她姐姐的速度也非常快 因為再不快一點包起來 它就會變焦了 然後我這隻手這樣拉著 然後這樣壓,有沒有 一隻手就用匙巾 另一隻手就用手指,把它拿過來 如果你太大力,蛋皮會破壞 很穿 但是記得要壓緊的邊 對,邊一定要壓緊 近距離,看到它是脆脆脆的 先試試 邊完全沒有散開,我們也做得不錯 對,也是可以來這裡打工 蛋皮有一種香香焦焦的蛋香 因為它是全蛋製作的 裡面有冬菇和冬筍 吃起來有一種爽口的感覺 除了肉之外,還吃到蔬菜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鮮味真的很足夠 因為它跟一般比輕膩 這個是手工製作的 如果是機器製作,它的餡料也少 又沒有新鮮感 所以這個真的很美味 跟在超級市場買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沒得比 哇,很美味 那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們過年的時候要吃蛋餃呢 因為它金黃色 也對,不過因為它像元寶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過年一定要吃蛋糕 這樣你新的一年就要賺很多錢 就最多一整個 這樣嗎 海瑩,你看到有這麼多火鍋料 就一定知道台灣人過年 就一定要吃火鍋 不過台灣吃火鍋的火鍋料 跟香港的好像有點不一樣 我知道,香港所以加午餐肉 但在這邊完全看不到午餐肉 我們有很多不同種的火鍋料 而且我們在台灣用圍爐的時候 很喜歡那種很漂亮的感覺 所以我可以發現 它這邊的火鍋料粒粒都是這麼漂亮 對,而且顏色很彈 顏色夠多 新年的時候會比較開心 對…不如我們來多選一些火鍋料 一起圍爐吧 南門市場裡的老字號糕餅店 就是他們了 超過70年歷史 每天都是新鮮積造熱辣辣的點心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鬆糕 這個就是鬆糕 你應該沒吃過吧 我沒吃過鬆糕 但這個鬆糕其實是上海的鬆糕 而且這個鬆糕的做法很複雜 因為它有一種很特別的米 叫做蓬萊米 它要先磨米 然後再慢慢做成鬆糕 要兩個小時的時間 而且它這樣打的那一次 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它沒有打好 鬆糕會變碎了 很多種不同的口味 其實你要先選擇外皮 外皮本身就已經有五種口味 有原味 我看到有不同顏色 對…你看到這個 芝麻、紅菇、原味 是桂花、紅豆也有 然後再來選擇裡面的餡料 像這樣一粒 就代表裡面的餡料是紅豆 然後… 這樣就是這個 這樣就是芝麻 你想吃早泥還是倒沙的 我想嘗嘗早泥 好,那我拿給你,先嘗嘗 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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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 真的很熱 好像應該要戴兩個手套 對嗎? 熱是剛剛出爐 早泥的上面就是紅棗 對,很有趣 看起來雖然好像蛋糕一樣 但吃起來有一點點鹽鹽韌韌韌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它的餡料真的有很多 不小氣 而且它的早泥的紅棗味很香 甜甜的,是最天然的味道 我姐姐真的很喜歡吃松菇 因為你不會覺得吃起來好像很飽 而且過年可以吃菇 就是代表步步高升 對,沒錯,步步高升 其實這裡除了松菇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的饅頭 或者是包和年糕 好像現在很出名的就是這個 這裡真的在外面不會見過 應該叫做千層饅頭 我看到它的夾有不同的夾心 對,好像在這裡有四層 你看到是奶黃、芋頭、芝士和紅豆 我自己真的沒見過這麼多種 所以一口就可以吃到四個味道 對,而且全部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尤其是奶黃和芋頭 真的會覺得層層都這麼豐富 然後拿薯年,老鼠的這個老鼠的包 老鼠說每一年十二生肖 他都做過 對,我之前來的時候 除了見過豬年,還有龍年 我也見過,龍也很有趣 但這隻老鼠我覺得特別像樣子 你看這些鬍子也在 還有它有很耳頭的名字 它叫薯錢包 可以盤滿盤滿錢包 錢真的很重要 所以應該多買這幾粒包回去 大家看到它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很開心 而且它的餡料是紅豆餡 不過在上面有兩粒紅棗 想不到這裡還有大壽桃 對,我每次看到它 我覺得真的很豐富 真的這麼大一粒 但它叫做母子包 因為大包裡面有很多粒 是十二粒小壽桃 可以生日的時候可以買 然後全部人一起分來吃 對,可以的 而且我聽老闆說 上面的字可以自己改 例如你生日的時候可以寫生日快樂 過年的時候可以寫新年快樂 那也好 不過如果你是新年快樂 要四個母子包 那你也有四十八粒 小壽桃要吃多久 過年那麼多人一起整整 一起吃就吃光了 有很多太太喜歡來到南無市場 是為了買一些現成的菜 我知道,即是煮好的熟食 對 那我們去哪裡買呢 在這家 好 這家其實已經有六十年歷史了 很多貴婦、官太太都喜歡來這裡買 尤其有一道就是蔥燒麟魚 是,就是官太太真的很喜歡 麟魚我真的沒吃過 還有其他,好像貴婦喜歡的 就是有一道叫青椒灌肉 這個也很好吃 不知道我們過年可以點什麼菜 其實這間店有很多菜 都是大家過年喜歡吃的 好像有些象徵性的東西 或者是元寶,大家都會碰 但其實大家最喜歡冰糖蓮藕 還有一個冬菠蓉 聽起來就很美味 來了,這些菜 這裡看起來就已經很香了 真的有一個醋的味道 對,這道菜其實真的很特別 因為它是用蔥下去煮的 然後已經煮了十個小時 不過它是加了天然的糯米醋 真的很大塊 原來我夾到的是魚春 它很入味 醋和醬油的香味 是每一口都吃到 其實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剛剛聽到它說有糯米醋 我還以為它是很酸的 不過它的醬油是很甜的 因為它們說 這間的醬油是它們自己做出來的 所以煮這個魚是特別的辱味 而且蔥燒一定要嘗嘗蔥 對 因為蔥也是精華所在 不錯… 難怪的 觀太太會這麼喜歡吃這道菜 因為其實如果你煮這道菜 你自己用十個小時去煮 是真的很貴的 很貴重 這是青椒灌肉 這道菜厲害得…你知道郭台銘 郭台銘結婚的時候 就是用這道菜 其實看起來有點像香港的煎釀三寶 不過它釀的是豬肉 它很軟 而且裡面的豬肉也很入味 而且聽到它的醬油都是它們自家製的 對 外面是吃不到的 東坡肉 看上去就已經知道它是層層分明的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很漂亮 其實它的東坡肉是真的沒有壓力的 因為你外面不會看到有人用溫體豬去做東坡肉 你看看 它真的一層一層的油花和肉分得很開 很好吃… 其實大家有時吃五花肉或東坡肉 就很怕會很肥或很膩 但是它做得上來就算咬到肥膏的部分 都是很滑…不會覺得很油膩 對 而且這樣吃雖然現在是冷的 但是不會覺得它很濃 豉油真的很美味 難怪老闆說 甚至有香港的朋友來的時候 都會真空帶回香港吃 是不是心動 那請師傅就跟我們說一下 屬兔子的朋友運勢會怎麼樣 兔子運勢是明年是特別特別特別 受上天老天的關愛 很好嗎 是特別特別的好 有很多的急心高照 未婚男女她是婚姻可能 所以說未婚男女的話 有情侶你們今年 如果是屬於生肖的話 就會很順利的去結婚 對 如果今年結婚的話 她你們的婚姻就可以旺五年 你們的婚姻事業就會旺… 很美滿 對 非常的美滿 但是兔子有一個 她的天性 她本身的天性 就是說比較基於心計 有些事情都是太過於算計 這樣是不太好的 很多事情就是隨緣不要想太多 也不用算計的太多 那自然今年就會過得 非常的完美 幸福 那他們今年有什麼 要比較注意的地方嗎 因為兔子她今年是太陰 天德 天喜 紅卵跟子惠龍德 但是沒有太陽 所以太陰的意思是 女生是比較主動的 可能女生對於婚姻的渴求 得的祈求 比較強烈 她希望有一個家庭 所以男生反而是比較被動的 但是男生容易犯 還是要注意的那一個 兔子的男生 她對於女生是比較好的一年 對 如果說今年要很好 就是去拜太陰娘娘 太陰娘娘是誰 太陰娘娘 就是月亮 月亮 像黃大仙她左右 左邊是太陽新君 右邊是太陰娘娘 常常去拜太陰娘娘 屬兔的 OK 屬兔的因為她本身也就是一朵 也是一朵桃花 吵得要還要桃花 所以她的萬元特別好 所以也有很多男生在追求 但是在五月 八月 九月 十一月 農曆的時候要特別這個 男生好像沒能進 仙人跳 比方說人家找你去幹嘛 然後你就傻傻地去 結果被仙人跳 是要注意 比較嚴重 對 整個屬兔 整年的孕勢是藏紅的 屬兔的朋友 今年桃花運特別旺 如果你已經有伴侶的話 說不定今年就會拉上天窗結婚 但屬兔的男生也要注意 有可能陷入情色風波 也要小心一點 那請師傅跟我們說一下 屬龍的朋友 他的運勢是怎麼樣的 屬龍明年是比較優喜參半 因為他有犯了官符跟無軌 對 官符是什麼 官符的話就是說 是非莫管 是非莫管 然後他人的閒事也不要管 因為他還有一個 天德福興廣照 還是有福興廣照 對 所以優喜參半 那最主要的就是說 他的牢獄之災會比較重一點 4月的話如果獨資生意是OK 如果合我生意容易打官司 因為他換了官符 如果是獨資當然也是可以做 OK 交友也要小心 可能你會交到壞朋友 交友要謹慎要過濾 對 尤其在農曆的3月6月 還有9月12月 要特別注意 交友的 OK 對 3月的話是有雪光之災 3月有雪光之災 對 雪光之災一樣是 全個雪就好 就可以擋掉了 那請師傅就跟我們講一下 就屬蛇的朋友會是怎麼樣的運勢 屬蛇明年也是優喜參半 但是屬蛇這一個生肖 他天生就是一個壞脾氣 屬蛇嗎 不管他是在哪一年生的蛇 千萬要借你的 撐火就是壞脾氣 一發脾氣什麼事都 什麼事都亂了 對 所以他今年 雖然有月得福星廣照 但是他的 他卻有病符來干擾 尤其屬蛇的他要戒灘 今年 不是 今年要戒灘 什麼灘 不可以賭博 一隻才不可以得 不然你 不戒灘的話恐有牢獄之災 官司 這個是不行的 他這個 一月 三月 七月 十月要特別的注意 對 注意自己的心血管疾病 腎肺功能 中風 心肌梗塞 等等這些毛病要特別注意 然後要怎麼必呢 我們來去拜這個 觀聖帝君 請觀聖帝君來保佑我們 這樣就可以了 那整年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去度過 可營,過年的時候 你會帶甚麼手信回家人嗎 當然會 我最喜歡帶好吃的手信回家人 好吃的手信 等一下,好吃的手信 有鹹的、有甜的 有很多種 因為我每次過年的時候 有人來我們家拜年 我最喜歡的就是他們拿著甜的手信來找我們 真的好吃 那今天是否帶我們去買甜的手信呢 對 而且今天的手信其實又低調又豪華 而且是在這樣的日積老屋裡面 一定不會有人不喜歡的 那我們快點走吧 好,走吧 它是一個由老屋所修建而成的一個 一個點 那這個地方其實以前是日本官員的一個宿舍 那台灣官庫之後呢 它也是台灣公務員的一個宿舍 但是因為歷史年代久遠 它有大概將近快90年的一個歷史 它是一個很傳統的日式老屋 但是在我們裡面來看 它是一個非常北歐奢華 這樣一個設計的一個裝潢風格 那跟一般班手禮店來講 我覺得我們店裡的氣氛 是大家以其他地方所比不上的 這棟很有味道的建築 是日治時期總督府的員工宿舍 懷舊的老屋 現在是一間手信甜品店 具有設計感的桃藤包裝 融合日式空陪手法 和台灣食材的糕點 是手信的首選 除此之外, 它還非常奢華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合歡禮盒 它本身是蜂蜜蛋糕 而且有兩種不同口味 全面都是金箔 因為它其實是蜂蜜金箔蛋糕 它本身是8%的龍眼蜂蜜 所以你可以聞到它已經很香 而且滿滿都是金箔 尤其是很傳統的日本蜂蜜蛋糕 是蜂蜜蛋糕 它是蜂蜜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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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傳統的蜂蜜蛋糕 跟一般在外面吃到的不同 它是比較紮實一點的 我覺得綠茶味 因為它本身帶一點苦味 但是加上蜂蜜就剛剛好 又不會太甜 挺香的 但不要太心動 很香 手信一定不能少鳳梨酥 所以這次介紹的 叫土鳳梨酥的禮盒 叫成月禮盒 你看到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裡面有兩種不同的口味 你知道台灣的鳳梨酥 真的有名,大家都會想來買 當然,我回香港一定會買 對,不過一般我們吃的鳳梨酥 裡面有加冬瓜 所以你吃進去才不會太甜 不過這間它叫土鳳梨酥 就是全部都是鳳梨 所以可能會比較酸 但我覺得你應該是喜歡的 來試試原味 好 上面也有金箔,很貴氣 對,豪華 我覺得它不會特別酸 其實這個酸甜度剛剛很適合 但因為我自己喜歡皮 皮的奶油味很香 沒錯 而且吃的奶油味很酸脆 但你不會覺得它太薄 你吃不到那種皮 試完這個,看看旁邊的那個 它是黑色的皮 是否覺得很特別 因為它是竹炭的皮 但中間其實是桂花鳳梨酥 桂花加鳳梨 真的夠特別 而且一把進口 桂花的香味就馬上出來了 反而這隻比剛剛那種甜 我覺得它加了桂花的香味 所以它的甜味馬上出來了 原來這裡還有一款綜合禮盒 你看裡面有齊全的蜂蜜金箔蛋糕 又有桃鳳梨酥 還有桂花鳳梨酥 不過這一罐是… 我知道,這個是苦拍糖 日本很出名 但其實材料很簡單 只有寒天和砂糖 好 所以中間是軟的 是,外脆內軟 特別的地方是口感 但它的味道是砂糖,甜甜的 你剛才的款式是小滿禮盒 我覺得這款挺不錯 應該帶給它一盒 我很喜歡去小滿禮盒 有齊全所有好吃的東西 而且這個包裝 看起來又夠貴氣 送禮自用也很適合 應該不錯,長輩也很喜歡 但我應該比較喜歡的原因 是它們的蜂蜜,所以真的很好吃 我重點除了它的包裝漂亮 但裡面的東西真的要好吃 尤其是它的蜂蜜蛋糕 用得真材實料 好,不錯 店裡還有一個藝民區 有些時候會有台灣文創的活動 令整個懷舊的日式建築空間 多了一些人文氣息 加上很舒服的咖啡廳 令這間手信店 無論是商品還是空間運用 質感也絕對滿分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